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司令点兵 我们这期节目首先看到中共在这次的武汉肺炎当中努力推崇中医 我觉得这背后应该是有原因的 中医在中国来讲受到一个叫中医药管理局的监管 这个机构是中国国务院的组成部门 他对全国的中医药的人才中医药的部署资源的调配 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中医能够在武汉肺炎当中发挥作用 应该是中共的有益所为 而不是没有什么原因的 这背后有他的战略考虑 他想让中医在一定程度上要取代新医 其实是拿着中医这么不太成熟的技术 在武汉肺炎的这些患者的身上做实验 等于是拿着人命的开玩笑 如果中医如果做成了 在武汉肺炎当中做好了 那是党的功劳 做不成的话那是患者的事 患者病情太重了我们治不了 而且又能把消息给封锁住 把中医的那些负面消息都给抹杀掉了 所以说中医在武汉 总之能够中医能够进武汉 能够在武汉肺炎 把人给治死 这都是党的功劳 接下来还看到一个消息 说意大利民众开始唱什么中国国歌 意大利这次武汉肺炎 是海外 中国海外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国家 其实呢 这个现象 我们不想一想 它是有道理的 它肯定是有其道理的 意大利和中共啊 是西方七国集团里边走得最近的 所以说它能够呢 在这个时候啊 遭遇到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报应 我想这是天意啊 和中共勾兑的 没有什么好下场 意大利民众居然还不醒悟 居然还唱起了中国国歌 说明意大利民众啊 是则患上了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他们更希望呢 像中国那样封城 呆在家里边被饿死 然后呢 把意大利政府呢 直接改名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政府 那样的话呢 可能中共的这个官员呢 也就达到他们真正的目的了 把意大利变成了这个海外渗透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一个实验场 那么接下来我还看到有一个消息 他说2020年的世界体育大会取消了 国际组联的主席示范如何洗手啊 这里边呢 想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说 这几次体育的这个赛事啊 因为武汉肺炎的受到的影响 为什么有不同 在中国呢 中国居然还恬不知耻的说 要照常的举行这个叫北京的2022年的冬奥会 我想啊 北京下一步还能不能够把自己的政权给稳住 都很难说 那个时候中国是否变了天还很难说 所以说现在北京啊 还在花大力取去稳定国内经济 扩大就业 然后呢 稳外贸 稳外贸 稳就业 用了一个稳字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他现在稳不住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办什么体育赛事呢 哦 我知道了 你办体育赛事去就是为了去 弄什么民族主义吗 再给国人喂一下这个爱国主义的猪食吧 我想这一点来讲 国内的这个老百姓啊 还沉迷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啊 养我国威嘛 是吧 恕我国魂的那种形象 那殊不知第二天他就遭遇到什么 社会主义铁拳 家里房子被强拆 或者是隐性的这种杀手 怎么样 失业得不到保障 在单位里边呢 稍有一个人感染 好了 全部单位的人都不能上班 不上班 还不给你发工资呢 知道吧 还把饿着你 然后你要叫 你要你要说我饿 我要吃东西 好了 你在扰乱社会秩序给你抓起来 总之你有苦你也不能抱怨 这就是你们的诸国 这就是你们的中国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司令点兵呢 我想就为大家呢 点评这样的几条新闻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发表您的看法 我是刘房澳大利亚的中国经济学者 司令先生 民主和自由 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